昨天下午宜兰太平山游览车的翻车事故 酿成了一死三十八伤 肇事驾驶第一时间 公称说是车辆刹车失灵而酿货 但公务局公布了 这辆游览车领牌之后 曾经有过五次的违规记录 而肇事驾驶近六年来 更有六次的违规 其中包括了超速 今天一早检警权力动起来 要查出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运安会也派员来检查肇事的车辆 希望能厘清事故的主因 行进万叶山路一过弯 经见游览车九十度侧翻 海洋起大量粉尘 后方民众见状 赶紧停车上前协助 宜兰太平山游览车反复事故 酿成一死三十八庆重伤 事发隔天监警持续 搜证调查 运安会人员来回检查肇事车辆 游览车车头右侧严重回损 临界外露 车窗也碎了整排 车身也留下多道长长刮痕 不难想见事发当时有多惊险 五号下午三点多 这行来自桃园巴德区 广德里的环保之工 到宜兰出游交流 每小才第一天 游览车就在山区下坡路段 疑似刹车失灵 为了避免扩大伤害 游览车先擦装护栏 再撞山壁翻覆 结果造成一死三十八伤 没有踩到刹车有关引擎吗 那时候有关引擎吗 我们想要对死者家属讲什么 说是刹车失灵 肇事的过行驾驶 不发抑郁接受移送调查 只不过公路总局 也公布肇事车辆 2019年领牌后 出现五件违规记录 除了违规停车 卫一规定标示车身外 还曾未按时进行临时检验 而肇事的过行驾驶 更被查出 近六年有六次违规记录 驾驶大客车时 曾超数两次 也曾没一耗之行事 那初步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问题 他们有没有说 为什么要换司机 另一头位在桃园的 游览车公司 一大沼泽大门声索 但也有机察人员 频频进门了解旅游行程 并掌握驾驶资讯 如果要转回桃园医院的 就做救济照顾的 我们会紧速安排他们驱车 前往 整形车祸目前还有伤患 还在加护病房无法出院 市府承诺将协助安排伤者 转回桃园救济治疗 而监视器也拍下 他们出发的瞬间 众人怎么都没料想到 开行出游却发生如此喊事 接着综合报道 这起宜兰太平山的 一个缆车翻车事故 团员是桃园巴德环保志工团的成员 不少志工事发之后 昨天晚上是辗转难眠 到了今天早上 他们分成两部游览车 返回桃园 接驳志工团的游览车司机 一早抵达宜兰 坦言这趟回程 心里难免有些压力 而这次的意外 造成志工团团员 一位70岁的郭姓林长 不幸身亡 邻居及朋友们 也全都震惊不已 死者出流前的最后身影 也曝了光 这是那个郭姓 蓝色衣服女子 拖着行李走出家门 精神饱满准备出游 却成为最后身影 她就是这回宜兰太平山 游览车意外 不幸丧命的郭姓林长 同性志工还原事故当下 真的惊险万分 死者当时坐在事故游览车后方 疑似被电视机砸到 致命原因还有在调查 但得知消息的居民都难以置信 你住快二十年了 他们也是啊 他们很好 都很好是不是 知道发生事情 但是可能那个时候 当下可能还不知道 他已经走了 真的舍不得 他的丈夫同样身受重伤 现在还在家户病房 不知道两人已经天人勇格 谁都没想到 桃园八德广德里 八十人志工团 五号分两车出游 其中一车却发生 憾似造成一死三十八轻重伤 受伤民众隔了一天 人余悸有存 摸着红种手背 志工心有余悸 想到前一天 游览车的意外 实在转转难眠 而再送志工们的司机 更背负压力 要平安把他们送回家 目前今天大概有几会 会先送他们回去 十八会 此次回程安排 也分成两台游览车 一车直接回桃园 另一车先回到派出所 拿行李再回程 一趟开心出游 却让游客心里 从此蒙上游览车梦魇 也期盼就是原因 真相大白 给大家一个交代 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美农区的一处公庙 在五号下午 在中正路举办绕境活动时 有庙方人员 疑似互相碰撞到身体 导致一方心声不满 爆发了推挤冲突 场面火爆 还好一旁工作人员 帮忙把人给隔开 才没有让冲突越引越烈 尽管警方目前 还没有接获报案 不过仍然介入调查 庙方人员进行切磋 其中一方突然冲过来 推中了一派人马 随后两组人手拿法器 几乎快要打成一团 场面火爆 眼看就要打伤对方 一旁劝架人员 也赶紧帮忙把人隔开 打不到两分钟 事发在五号下午一点多 高雄美农区中正路上 当时有公庙举行绕镜活动 没想到仪式进行到一半 由八家将团员 疑似互相碰撞到身体 导致其中一方形声不满 爆发冲突 现场工作人员及时将双方拉开 未有进一步的冲突 将通知双方当事人答案说明 尽管警方没有接获报案 但仍介入调查 据了解双方意图斗殴 最高可处一万八千元发还 而针对冲突 宗教人员也提出看法 打脸以后画了一些脸谱 代表着有神秘 不要再有个人的思维 以这个绕镜能圆满 为最重要的一环 庙会绕镜本应该是庆祝 庙方人员却当着神明的面闹事 这下不仅触怒神明 恐怕也有损宫库庙形象 介入旺家景后宵 张庆元高雄采访报道 台北捷运最近事故不断 除了有列车走走停停 还有民众受困电梯 而根据北捷统计了 去年光是手扶梯上的受伤案件数 就多达有65件 这创造了近五年来的新高 其中尤其已在手扶梯上行走时 受伤是最常见的 我们也独家执集 有一对母子在永宁站手扶梯上 后仰重衰紧急送医 盖着护药的妇人被人搀扶着 小心翼翼走上手扶梯 因为她不久前才后仰重衰 连同正在后面的儿子也一起被撞倒 她眼睛看不太大 踩到这个缝有没有 然后往后倒 台式新闻独家执集 一号在北节永宁站富人受伤过程 同时帮忙打电话叫救护车 当天事发后手扶梯全面暂停 受伤富人紧急送医 但根据北节统计 去年光是手扶梯受伤案件数 就多达65件 其中包含行走61件 奔跑4件 创下近5年来新高 特别是65岁以上长者 受伤比例就占了无成 过去在新浦站也发生过手扶梯倒退路 导致30名旅客摔成一团的事件 当时还有人脚踝扭伤 有时候也是在踩的时候 会踩不到 有时候会这样子 我是觉得她的楼梯很斜 扶她的手扶梯的时候 有时候她觉得会有恐惧感 往下如果太高的话也是会晕眩 北节进一步分析最多人受伤车站前4名 包括台北车站西门站 民权西路站跟新浦站 刚好都是北节大站来往人潮众多 像是北车因为还有转运需求 不少人都会赶车 通常都是人贴着人快步上下手扶梯 一旦没注意就容易踩空受伤 对此台北捷运回应 他们会加强宣导安全观念 也会每个月定期维护保养 每年做安全检查 但是否该比较日本倡议 避免在手扶梯上走动 有关安全问题也得通盘检讨 记者未挺于领域 特报道